赖清德的提名策略我认为是一场错误 那你知道吗潘孟安的问题跟赖清德一样 过去他们都在南部的舒适圈 他们用钱可以打点很多事情 包含去压制媒体 当了土皇帝当这么久之后 他们要来操盘一个大选的时候 其实是操盘的乱七八糟的 赖清德提名李正浩 是不是赖清德也认为民进党党BNT呢 最后在攻击李正浩 都是那些民进党过去的那些什么侧义啊 赖清德为什么要做一系列这些事情 我认为就是因为他心里没有安全感 所以他想要找一群禁卫军 然后来帮他讲话 很多人在问侯友宜要怎么救 我其实并没有感觉 侯跟他的团队有这么大的决心 非胜选不可 我觉得他们积极度是不够的 我觉得想要胜选的那个心情跟积极程度 如果是选一个总统的话 就不能只有这样 你相信了 你讲出来的话大家才会相信 我们也看到了几份民调 美丽导电子报的民调 然后跟ET Today的民调 那都可以看到说 国民党在这一次的总统大选里面 确实是有一些的危机 但民进党也有他们的问题 民进党立委要再继其兵吗 北农前总经理吴英宁将挑战来迎的谢英凤 赖清德去找吴英宁 似乎是想要摆平党内对于鸡排妹跟李正浩的这个不满 赖清德提名了李正浩 那等于说他是民进党所礼让的候选人吗 对吧 那所礼让的这个候选人 那应该是民进党要共同来支持他 就现在在说他偷拍女生 就是有这个性私密问题的人 民进党什么性评部主任 所有民进党的侧义 所以我觉得赖清德他也不是一个很会选举的人 那听说这次操盘的人是潘梦安 那你知道吗 潘梦安的问题跟赖清德一样 过去他们都在南部的舒适圈 他们用钱可以打点很多事情 包含去压制媒体 所以很多声音根本就出不来 当了土皇帝当这么久之后 他们要来操盘一个大选的时候 其实是操盘的乱七八糟的 这一次赖清德的民主大联盟 我觉得是带给民进党大选一个很大的危机 不管是提名吴珍曾伯渝或是李正浩 我觉得从民进党的角度来说 都是一个非常错误的提名 不仅是欠缺沟通 对于党内内部很难交代 也显示出了赖清德团队的刚愎自用 赖清德提名李正浩 是不是赖清德也认为民进党党BNT呢 不要忘记哦 李正浩是认为BNT是民进党在党的哦 还有林志坚的论文是抄袭的哦 请问赖清德是否也同意这件事情 所以其实你看哦 最后在攻击李正浩的都是谁啊 都是那些民进党过去的那些什么侧义啊 然后他们的什么那些什么姓品 什么范云啊 一大堆这些有的没有的人啊 我是觉得他们很可笑啊 那你们有种你去说服你家赖清德吧 所以我觉得这个民主大联盟的提名哦 就是一场错 那鸡排妹的话我觉得就更扯了 就是说你看哦 他们现在想要放鸡排妹 那到中正万华嘛 也引起整个英系的不满嘛 所以英系的包含陈时中 他们都跳出来挺无配意嘛 对不对 然后另外在打李正浩还有一群人是新潮流的 那你们可能会想说 可是李正浩不是也是新潮流赖清德提名的吗 为什么又要这样子去攻击他呢 因为就是在高雄 新潮流就是要提名谁呢 他们就是想要提名他们的议员李博弈 不是国民党那个李博弈 是民进党李博弈 但是呢 赖清德却刚毕自用的要叫黄杰跳到 从凤山去跳到左南去去选 那赖清德为什么要做一系列这些事情 我认为就是因为他心里没有安全感 所以他想要找一群敬畏军 然后来帮他讲话 吴董的见面会确实是一个很好的舞台 2022年的时候 蒋万安不就在那个舞台上做了很好的表现 然后后来整个士气也大振吗 所以那个舞台本来 就是让大家有一个表现的机会 那能不能够抓住那个机会 真的是看你自己的努力 跟你的团队 跟你现在的策略 人设问题 说起来蒋万安他也有人设问题啊 可是人家有没有努力在调整 有啊 我跟蒋万安合作的经验就是 他是非常努力的人啊 我跟大家分享过嘛 他是能够听得尽意见 非常努力 也愿意调整跟改变的人 而且他也知道 谁说的是对谁说的是不对 他有分辨的能力 所以他最后能够在撒卡都里面 突破重围能够成功 是有他的道理在的啊 民众党跟民众党的支持者 其实他的重点就在于说 你的理念跟他们有没有相符啊 那你们可以自己去看看 我现在所带的这些议题里面 跟民众党他们 不要讲民众党 跟柯文哲现在的议题 跟主张有没有相冲突 实际上是没有啊 所以我认为我自己是可以得到 在我选区里面支持柯文哲的人支持我啊 这不需要用抱大腿的方式 而且也不应该用抱大腿的方式 如果你用抱大腿的方式处理这件事情 我觉得柯文哲的选民也不会喜欢 这是柯文哲的选民的特色 柯文哲的选民 他希望看到的是 你在议题上面是有表现 然后你在议题上面 是可能可以跟他们一起去打 甚至是有一个默契在 但是他并没有喜欢你去抱他大腿 我觉得柯文哲并没有喜欢这样 那我也说嘛 我在初选期间的时候 我也很感谢柯文哲对我的帮忙 我也当面跟他说了谢谢 就是针对初选期间的这个互动的事情 那这个就是一个 我讲的不成文的默契存在嘛 所以我不觉得我需要去抱柯文哲的大腿 但是我在议题上面 我不会没事去 就是为了反对而反对人家 柯文哲讲的有道理的部分 为什么不能称赞 当然也可以啊 然后柯文哲打的议题 或是我打的议题 柯文哲可不可以接着打 当然也可以啊 因为我们本来就都是在野党 所以对柯文哲跟柯文哲粉丝 你千万不要用称的 用称的绝对没有用的 那些都是一些年轻选民 他们最讨厌看到的就是 你为了选票去称人家 这对他们来讲是很恶心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绝对不会做这种事情 我们是挑战者 我们要有挑战者态度 挑战者要有挑战者的态度 够强朋友就会变多 然后粉丝之间就会减少纷争 多拉一个朋友赢的机会就会增加 而不是把反对者都拉到 骂到你的对立面才有意义 我其实并没有感觉 侯跟他的团队有这么大的决心 非胜选不可 我觉得他们积极度是不够的 我觉得想要胜选的那个 心情跟积极程度 如果是选一个总统的话 就不能只有这样 就不能只有及格分数 就是你要真的表现出来 你真的很希望政党轮替 然后你心里要真的这么想 你自己要相信这件事你才有可能去说服 宣明 就是蒋湾你不要看他虽然很温和哦 他一直就是很温和那样子 可是他是有让人感觉到他想胜选 他非常想 他为了想要胜选 他可以付出很多 那这个时候你就会感动人 你相信了 你讲出来的话 大家才会相信 那时候我去帮蒋湾的时候 是他打电话给我 我然后问我说 觉得他该怎么讲比较好 然后我就跟他有了一个谈话 然后我的说法 他就觉得说 他说我觉得我好像也可以这么讲 我说你可以啊 你相信你自己你可以 我说你可以做得到啊 就是因为我的说法是一个很 他为什么会有我说你可以做得到 不是因为蒋湾不行 而是因为我讲的版本是一个很相名的版本 所以那不是蒋湾会讲的话 但是那是我觉得应该要讲的话 那是媒体会吸引媒体注意力的话 那是打选战的语言 然后我就跟他说 我觉得你讲这个话是OK的 你可以 然后他就说我觉得我可以 他跟我讲的一句 他说我觉得我可以 哦那句话其实我觉得很重要你知道吗 我就说好 然后他就说问我说 那你可不可以 帮我稍微把这段话写下来 然后我们再就是讨论一下这样子 然后我说好 那既然你愿意讲的话 我说好 那这是我们一起讨论出来的结果吗 我就帮他那时候好晚了 也已经12点多了 然后帮他整理好之后 他隔天开始讲 然后呢他讲出来之后 哎效果就非常好 然后后面我们才开始就是有 实际的这个合作 所以我会觉得说 这就是他想胜选的决心 他当时是躺平足的事件 然后让他发现说 他必须要做一些改变跟调整 不然的话他没有办法赢 所以他很 努力的去寻找 可以帮助他的人 然后他也很愿意倾听跟改变 然后后面大家才有开始去做合作 所以帮忙他这件事情 我觉得是有意义的 因为 其实从过程当中 你可以看到他的努力跟改变 不管是 他是不是过程当中 有一些表现 他从很深色 然后慢慢慢慢去成长 你可以感受到这个过程 就是当你够努力 跟你有这个求胜的决心的时候 这个会让大家相信说 你坐了这个位置之后 你会有同样的态度面对事情 那你绝对可以把这个职位给做好 所以我会一直觉得 正式人物的努力跟用心 我相信你们看得见 我相信大家能够感受到 然后我觉得 我也要帮侯友宜讲点话 是我觉得他在第二场的 董事长开讲的表现 那也明显的我觉得比第一场来得好 代表他也试图在做一些改变 努力跟调整 但只是说 第一场当然是最重要的 能够把握第一场是最好的 最重要的 好